张飞打言松 无诈男为龙豪和说 您听说过文人相亲 这句话吗 听说过呀 那不是厚瀚曹操的儿子 曹丕曹子环就说过吗 文人相亲自古已然 意思就是说 文人总以为自个儿的文章好 高人一等 彼此互相轻视 不过现在是好一点了 不轻视别人了 嘴里是不说呀 心里可轻视的更厉害 古今一样 这也不尽然 我跟戏班接近 已经超过六十年了 超过一甲子了 我发现只有戏班里头 没有这种现象 那您说说 经戏班里不论生 淡 净丑 都分头二三路 有个等级 头鹿角挣钱多 排位高 那应该指着他卖钱的吗 我的玩意儿 艺术不如你 你是头鹿 我是二鹿 我是心悦成福 佩服你的艺术 你应该比我排位高 多挣钱 是啊 既不如人吗 没话说 我下苦功夫 山后练边去 等我的艺术提高了 自然就有人 邀我当头鹿军了 啊 艺不牙身 要自个要强 这几十年间 从来没听谁背地里 采和别人的 批评别人的艺术不好 哦 如果这人真是名不副实 那观众眼睛是雪亮的 嗯 成班老板也不是瞎子 那就会把他给辞了 自然淘汰了 这戏班里的规矩 哎 还很严 哦 这我们这外行人不知道 后台的规矩大了 哦 有好多东西啊 不许随便动 哦 都什么呢 像那个青龙刀 哦 官老爷用的那把青龙艳月刀 不许动 哎 灵官那边也不许动 还有那个降魔杵 唯拓举的那个 也不许动 雷公用的锤跟那个扇子 都不许动 还有盘龙棍 赵狂印用的呢 哎 也不许动 什么鬼头刀啊 连战堂的那个堂板 都不许动 哦 这么多规矩 还有呢 啊 还有那口红渣 嚷口 哦 马五代的那红胡子呢 也不许动 倒不是不许动 必须要把它放在黑渣 跟惨渣的下边 不许放在最上边 嗯 什么理由呢 那个红渣又叫火渣 放在上面啊 煮火灾 哦 对 火神爷也带那口 然口是吧 那个伞呢 不许进后台 就是台上用的 也要在上场门 游检场的递给演员 到了下场门呢 再游检场的接过去 这又为什么呢 嗯 大概是它比较大 后台打开 不方便 嗯 那要这么说 客人的雨伞 也不可以进后台了 是啊 对 那不是有一次下雨 客人拿着雨伞到了后台 那武生忠明旗上去抢过来 就给绝了 呦 那大伙还怪那个拿伞的客人 说他不对 那这又为什么呢 这个伞字啊 跟伞开的伞 同音 戏班要是伞咯 不就失业没饭吃了吗 那这人家哪知道啊 这后台还不许下棋 哦 下棋也不许 这机会什么呢 下棋不是一个走完一个走吗 都走了那不就伞班了吗 哎呦 对对对对对 大一箱案子 不许做 龙口 又叫白虎口 就是两口箱子中间 那不许做 对弄不好 加一下还够呛 就是上玉带 都不许上反了 必须要洞口在左手 舌头在右手 哦 反了不行 那就白虎带 这个机会 后台不许鼓掌叫好 台上不许笑场 也不许错报家门 呃 哎 什么叫错报家门啊 那不是有一回 刘玉霞眼银空山的戴战公主 一上高台 威风凛凛坐降台 炮响三圣子雾开 咱家点动人和马 要与唐朝动兵斋 咱家 戴战公主了 哎 他一瞧楼栏杆上挂着挺大的预告布条 下期公演 木桂英 他给念出来 咱家 木桂英 啊 前后台人都笑了 那能不笑吗 这就叫错报家门 哦 还有前不言庚 后不言梦 哦 这又是什么规矩 在台上打羹要说成打惊 为人不打惊 打惊受苦情 哦 梦也不许说 前台可以说 到了后台呢 就得说黄梁子 黄梁一梦 哎 尤其场上不许阴人狠犯计 阴人 比方说玉堂春吧 哦 您说三档会谁 蛋脚都爱唱 还常用这出戏打炮 换个码头啊 头三天 叫打炮戏 为什么爱先唱这出戏呢 因为唱功多 卖嗓子 尤其穿红裤子 红袄 急性 有的还请蓝袍 刘炳毅也穿红冠衣 来个满堂红 哦 取疑料 前场是小生王金龙 跟潘流二位大人对话 老生问小生 此法案出镜 路过几身 小生说了 路过三身 何处下吗 那就对了 这老生要是因这小生问了 哪三身 哪三身 没这词啊 这小生要是有火候呢 就会说 直如玉三身 哎 那谁想得到啊 那要不就搁在这了 这就叫 听您这么一说 您准在戏班里待过啊 是啊 您是在哪个班啊 韭菜班 韭菜 你逗跟了 这什么叫韭菜班啊 戏班里管艺术部怎么样的叫韭菜 哦 太阳一晒就粘了 经不住考验 我们那班里头啊 韭菜比较多 有的是大班里淘汰出来的 大城市站不住就跑到我们这来了 行话叫跑连外 哦 对 大班能站住脚 何苦跑小地方唱戏去呢 我们那班主啊 有副戏相听 就是要不到好弹节 嗯 想必有毛病 对啊 他对于女演员呢 总是毛手毛脚的 不规 女角都不爱搭他这班 哎呦 这可是个麻烦 戏班里有那么两句话吗 要吃饭一碗蛋 要砸锅花脸多 哎 这话怎么解呢 观众都喜欢看漂亮的蛋卷 观众多就赚钱了 要吃饭一碗蛋吗 那要砸锅花脸多是怎么说呢 唱花脸的 不论文的武的都比较 长得睽違 身材高大 嗓门也大 动不动啊 就想比出 怒怒就吵起来 吵厉害了 就能散了班 哦 这么个要砸锅花脸多 啊 常出事 那不是一代宗师杨小楼的永胜社 还出了那么个笑话呢 哦 那是怎么回事 那天呢 在吉祥戏院演出 许德义跟好寿臣吵嘴 哦 唱大话脸的都是 好寿臣已然穿上靴子 彩裤胖 在上场门上呢 许德义一推他 好寿臣滚到台上去了 啊 这观众都乐了 不知什么事 第二天这不报纸声 还特别声明 那是一个扑个卷 不小心滚到台上了 解释一下 那不是后台在打架 可这都是事实 说说这已然有六十年了 哎 对啊 现在吉祥戏院都拆了 已经成了历史了 这还是当时一流的永胜社 杨小楼老板的班 哦 那要是到了你们这个韭菜班 大概这事就更多 哎 说出来啊 那都是笑话 嗯 不懂精细的人听着比较费劲 但是可以捕捉到先民前辈生活的影子 演艺人员奋斗的痕迹 哎 这些个意识趣闻都是血汉编制而成的 那年在徐州唱花卉 哦 哎 哎 这我又得打听 什么叫唱花卉啊 那就是观众看戏不用买票入场 但是可以买彩票 这彩票跟看戏有关系 有啊 彩票的号码啊 在开戏之前就挂在戏台上 正前方的一个部口的里头了 啊 号码呢 是跟当天的戏幕有关而做出来的 哦 比方说今天唱二进宫跟三娘教子 可能这个数字呢 是23 也许是6 也许是53或35 哎 他怎么会出来这些个数字呢 二进宫一共五个人啊 教子呢 是三个人 所以这数也许是8 哦 不一定 要看心气 买对了 分得这个奖金 买错了 就把票扔了得了 哦 这个叫花卉系 哎 我又开了个窍 这个票啊 买多买少都成 嗯 这等于小型的赌博吗 那天唱的是长板破 哦 赵子龙单计就赌 哎 我每次都爱来这个夏侯恩 最轻松 建一靠拍子背宝剑 上去唱两句 为生出兵 眼线那条 脖子痒痒 要爱到我 潮 潮影掌下 背剑大将军 我叫他下后 恩 打唱去的唱 石某正在后帐 开凳子过瘾 呼听探子报道 赵云 马他我影 只起得我脑僵 蹦力 打腿打腿 蹊跷流血 打腿打腿 上吐下血 知道了怎么爷爷 打唱去的唱 因此全身披挂 此番前去 一来送剑 二来送死 动 降 问 送死取折 跟赵云架着 来江通明 大将 瞎吼 恩 一绕两绕 就让赵云给扎死了 等他把宝剑取走 我一出秧 就可以洗脸 没事了 哎 这活是轻松 大伙都办好了 开戏了 开不了了 嗯 怎么 沿赵云那种 腿肚子转筋 哦 大概防势过多 管事都说 咱去电信 电什么呢 反正花脸多 先电出打严颂 快快快 这王寿奎办严颂 快勾脸 让我来严霞 我拖了建议 跟相关要倾诉 什么叫倾诉啊 就是那黑关衣 没有前后的骨子 最好是短的 相关说 没有 你就啊 穿黑靴子吧 来点凑合这点吧 我戴上袁纱 吊单 就上了 嗯 哼 在下门前 七品官 见上容易 见我难 在下严霞 今当三六九日 太师文报之期 不免在此伺候 该上邹英龙了 是那唱刘备的改办 邹英龙 他还没办上 我一瞧不能愣着呀 先请太师爷吧 有请太师 那就该花脸言松上了 恩恨 空来看 起来看 起下了 某朝传为心 四早九龙 观一顶 越九海思 平铁军 三路九尾 时已 官赏人 空来看 起来看 午颜君家左 白皮 听 上 起来看 军不军来 陈不陈 山沙重量 到日经 走走行 六龙观一顶,有某大名金钱坤 大枪,切得枪,老夫,隐松,自为忠,大名为臣,宾我二十番,与家敬皇帝,同年同月同日深,就是不过同时, 家敬朱厚冲,有九五之尊,难道我二十番,九五帝王之分,为此四少九龙金观一顶,准备我二十位,殷下,有,大事贵宾,小事任你出吧 启兵太师,今有外联御师,邹英龙求见太师 邹英龙 见老夫何事 使他言道有好心心 哦,信好心,吩咐战堂伺候 是,战堂伺候 启兵太师,邹英龙,东卓门十里,西卓门大功,报门尔尽 是,邹英龙听着,太师敏尼,东卓门十里,西卓门大功,报门尔尽 该上邹英龙了 他上不来了 怎么了 他跟管服装的香罐打起来 他本来扮长板脱的刘备啊 是啊 红龙见一马褐,大帽红彩裤 他要改扮邹英龙啊,脱了,见一马褐,换上蓝冠衣,纱帽 然够文化还戴黑衫 可他想穿蓝冠衣,红彩裤,不好看,像彩人子 颜色不协调 他跟香官要青彩裤 黑色的裤子 香官说你回头还得扮刘备呢 没人注意你的彩裤,再说也来不及了 凑着点吧 这老生还僵了 哦,您穿破不穿错 你不给我我不办 谁也办谁办 俩人越说越僵,打起来了 哎呦,这不不能吸引呢 管事的也急了,厂上来的,该邹英龙上了 该上场了 旁边那位邹英龙老令公啊,扮的是草草 哦 他岁数大了,耳,眼,都不太灵了 管事的喊该丢应龙上了 老令公以为叫他呢,他就走出去了 不对啊 那曹八戒,张鹤文聘,徐处张辽,曹洪,夏侯敦,李典,月静,还都没上呢 没告诉你吗,他耳眼都不灵了嘛 哎呦,喂 打鼓老一瞧,怎么上曹操了 哎呦,这么乱呢 那赶紧别开场打铸头吧 打,唱,谁得唱 这位周寅龙老先生以为该他念大银子了 哎,这是双银子 也有人管他叫虎头银子 突天欲燕日,见光说 他唱这唱这的情商 死海 多,多 家宁明马地说 在乖 tak 舒适 不? internacional 一一一一一 深 唱 唱 唱 咚咚 咚啦啦 呦 呦 他一回头瞧怎么后台还坐着一个大白脸呢 那言孙在那坐着呢 那怎么办呢 他还有词 送言孙一抱拳 亲了 亲了 呦 那那言孙说什么呀 咚 这一破脸大汗 你是货人 到我太师服务 可慎 那这曹操怎么回答呢 他乃 韩相曹操 得来拜访 哎呦 这相 哇 曹操放言孙啊 言孙啊 还跟你接吓 不至于臣相 家道 我一蹭园影 当面说 我最擒 我赶紧搬椅子 哦 又该曹操说了 咱家来的鲁莽 是鲁莽 不鲁莽能冒场啊 还是海涵 还真接上词了 俩人目坐着也不成啊 言孙说了 你我个人面貌相似 对 都是大白脸 这位精彩之豪 不知一下如何 拜把兄弟啊 嘿好嘛 哎 这俩人差着一千三百多年呢 好手说了 某家正有此意 哎 相安此后 场面上一吹牌子 我一摆香炉辣签 俩人一拜 就成了兄弟了 那谁是哥哥 谁是兄弟呀 那您说呢 这我说什么呀 这俩人差着一千多岁呢 照理应该曹操是哥哥呀 可他戴的是黑胡子 哦 严松戴的是铲胡子 所以就严松成了哥哥了 哎呦 这块乱闹 严香 有 酒饮 把也香 干嘛还要庆祝啊 一台都成事啊 就放下木头酒杯 一把酒壶就成了 俩人一举杯 亲快乐 怎么了 叫起板来了 啊 这还要唱啊 什么词啊 太师傅 白酒盐 开怀 长衣 醉身 朝晨香西亭 分了名 你才 汉朝为 首相 孙川 六北 怕你 三分 三分 还真有词 哎 这 对 如宝全 誇奖了 哎 怎么回事 他也要唱啊 太师 也 修得 他也要 哦 夸奖 夸奖 太臣 曹蒙德 与他过西说 分了名 你不不自 才朝 中 把重量 出行 到后来必定是大名为尊 哎呦我这怎么办 收台管事的一听 他们俩唱什么都完了 是啊 一瞧赵云的腿也好了 快谁上去 把他们两个叫下来吧 谁去啊 周永龙也甭上了 你还办刘备 张飞在旁边说了 我上去 上张飞啊 说着他就穿着靠 把它掀鞭上台了 打鼓劳一敲 怎么张飞上了 那启唧唐吧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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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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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正在后面演的冰针 唱 胡锅前面乱纷纷 唱 收集杠边大塘尖 唱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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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百帘俩进尘 咋吵起来是吧 好久一看张飞上来了 害怕了 站起来 疯忽呀 七里关顾严刀 张飞在两军阵前 取上将手势 如探囊取物一般 我是与张 摩转 我溜了把他溜下了 他跑了 张飞瞧言松 我把你个谋朝篡位 买国敌奸那臣 今日将你打死 为民出害 说着用鞭 一馒头两馒头 张飞抓住言松的御带 言松一抬俩胳膊 哎呀 俩人挫着步就下去了 他们也下场了 这场上就剩下我这个言侠了 那你也下去吧 那不明显的砸了吗 我得有个交代 这那是 抗车得抗 咽下金粒云不通 遇见一台糊涂虫 抬抬抬 好戏看了千八钟 没见过账费 打烟松 一转身 怎么样 我也下去了 咽下金粒云或估计 咽下金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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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